林阿姨要搭飞机回国 飞机从今天10时40分起飞 预定明天70时30分抵达台湾 请问飞机共飞了多少时间 我们一样利用竖线来帮忙 他从今天的10时40分开始起飞 明天才会回来 所以无论如何 他一定会先经过今天的结束时间 我一定要先今天结束了 才会抵达明天嘛 而每天的结束时间都是 24时零分 所以这一段时间 是今天飞的时间 那时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今天的24时零分 同时这一刹那也会是明天的零时零分 也就是说呢 今天结束的时间 同时也刚好是明天开始的时间 所以这一个点 除了同时代表今天的结束 今天的24时零分 也代表是明天的开始 明天的零时零分 好 他一直飞到明天的7点30分 所以红色的这一段 是不是就是飞机明天飞的时间 那题目问 飞机共飞了多少时间 所以 我是不是把这条数线 整个长度算出来 我就知道 飞机共飞了多少时间 那我先算今天飞的时间 今天从10点40分 飞到今天的24时零分 那我就拿24时零分 减掉10时40分 零减40不够减 跟小时来借位 24小时变成23小时 那一小时等于60分钟 所以等于借了60分钟过来 60减掉40等于20分钟 而23减掉10等于13时 所以今天飞的时间 是13小时又20分钟 而明天 从0.0分飞到7.30分 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明天就是飞了7个小时又30分钟 所以我把今天飞的时间 加上明天飞的时间 就等于它总共飞的时间 今天飞了13小时20分钟 明天飞了7小时30分钟 20加30等于50分钟 13小时加7小时等于20小时 所以飞机总共是飞了 20小时又50分钟 4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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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